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电偶级的两个电荷 一个是正Q 一个呢是负Q 他们所在的地方 电厂不一样大 电厂 这个电厂跟这个电厂并不是一样的 不是一样的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求它的利 Sigma F 它就等于正电荷所受的利 加上负电荷所受的利 正负电荷所受的利 这是F plus 这个是E plus 这个是F minus 好 那么这个是等于Q 乘上E plus 再加上E minus 这两个相减 两个相减 相减以后呢 它就变成Q 乘上Delta E 通常电偶级 这两个 两级的距离非常小 所以 即使这个电厂跟这个电厂 不一样 但是它们相差 也是很小 所以这里头的Delta E 它等于E plus minus E minus 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量 好 那么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是一个向量嘛 我们把它分出来 上次有写过 它的X分量 一个距离 第一就是这个 D 那Delta EY D可以说就是一个 小小的位移 Delta EZ 那我们现在 就把这个 Delta E的向量写出来 等于 好 现在我们把 这个EX带到这里 EY带到这里 EZ带到这里 于是它就变成 I再加上 J 好 现在我们再把 这个Delta E呢 带到这个地方 求它的力 好 求它的力 它是等于Q 乘上 Delta E 好 那么就等于 Q 等于 好 我们看第一项 Q乘上这个分量 I 分量 Q乘到D呢 就变成它的 Diple Q D就变成 Diple Moment 变成Diple Moment P 那这两个 因为是Dot 所以这个写的前 这个写的后 都没有关系 因此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写成 P Dot E X 然后再加上 J P Dot Delta EY Y 再加上 K P Dot OK 好 现在我们就把 这个E Gradient E X 跟这个 这是个向量 它有 有XYZ Component 这个也有XYZ Component 我们就把这个 把它乘开 I 里头 P X 乘上 Partial E X Over Partial X 然后再加上 P Y Partial EY Over Partial Y 再加上 P EZ Partial EZ Partial Z OK 好 再写这一下 然后再加上 J 也是 P X Partial EY Partial X 再加上 P Y Partial Partial EY Partial Y 再加上 P Z Partial EZ Partial Z 还有一项 哈 再加上 K K P X Partial EZ Partial X 再加上 P Y Partial EY Partial EZ Partial Y P Z Partial EZ Partial Z 然后 然后我们 就可以把 把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画成这样子 P X Partial Over Over Partial X 再加上 P Y Partial Over Partial Y P Z Partial Partial Z 乘上 I E X 加上 J EY 再加上 K EZ 所以我们 这个 这个正好是两个向量之内积 一个就是 Diple Moment的向量 跟这个Diple的向量 它的内积就是这个向量 跟Diple这个向量做内积 然后再乘上这个 E 这个加起来就是整个的向量E 从这里我们就证明出来 说一个偶极矩 它在不均匀的电场里面 它所受的力是这个 它的力 这是合力 有时候这个不写 就是代表 这个偶极矩所受的合力 它是P Dot Gradient 乘上 E OK 那么 我们讲过 偶极矩 在均匀电场里面 它的外力是0了 它的外力的总和是0 但是在不均匀的电场里面 它的外力不是0 那么当然它还有 还有这个tok 除了力之外 tok 有tok 这个tok呢 它就会把这个 像这个tok 它会把这个偶极矩 把它转到这个位置 它就要试图把这个 转到这个位置来 如果完全转到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它起初就是这样 它就是平衡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 在界电值里面 如果我们把界电值 放在电场里面的话 不管是均匀还是不均匀 放在电场里面 那么这个界电值 就会受力矩 这个力矩就会把这个 界电值里头的 这个偶极 因为它一方面极化 就是外电场 加上去以后会极化 极化我们说过两种状况 一个就是说 它本来是一个非极性的 正电和中心 跟负电和中心在一起 在电场中就拉开了 于是它就变成一个偶极矩 另外一个是 本来就是polar molecule 它有正有负 已经是一个偶极矩 不过它起初的分布 是非常的random 凌乱的 在电场里面呢 外加电场里面 它又把它旋转了一下 要它排列整齐 不过它不是全部排列整齐 它只能够有一部分排列整齐 所以我们这里就要记住 因为偶极矩 它在电场里面 一定会受力矩 一定会有力矩 所以呢 我们稍微写一下 电偶极 这个电偶极 它可能是怎么样呢 它的正偶极是被拉开的 被外加电场拉开 或者是说 它本身就是一个偶极矩 旋转一下 在电场中 我们这里写一下 借电支 借电之中之电偶极矩 在电场中 受力矩之作用 有一部分排列整齐 有一部分排列整齐 不会全部都排列 那么它这个整齐度呢 通常是跟温度有关 是看哪一种 如果是正负电 如果是unpolar molecule 它就是跟这个 被拉开的 本来就是朝电场方向拉开 所以这个排列的很整齐 这个跟温度没关 凌乱的呢 本来是凌乱的 凌乱的凹击局 凌乱的凹击局 它有一部分排列整齐 但是这个整齐度啊 跟温度有关 温度越高 那么整齐度就越小 整齐度 我们说这个 与 有反比的关系 反比的关系 OK 好 那么 这个是我们谈到戒电值里头的 戒电值受了极化 极化以后呢 它在外电厂里边 因为它一定有这个 TOK 所以它会排列整齐 但是这个整齐 不是全部 而是一部分 好 现在我们就说 你这个整齐度啊 越大越大 就是说它 单位体积里面 排列整齐的 dipo的数目越多 那就表示它 极化的程度越大 极化的程度啊 跟这个有关 它跟什么有关呢 一个就是外加电厂 电厂越大 它当然排列的 越整齐啊 那么还有就是跟这个 物质的特性 有的物质啊 容易极化 有的比较 不容易极化 那现在我们就来谈它的 极化的整齐度 极化的整齐度呢 我们就用这个 一个量来 叫极化强度 它就叫做polarization 这些物质一旦 像前面说的 政府电机被拉开 或者是它在电厂里面 本来是偶极矩 方向一旋转 就跟外加电厂一样 那么像这种界电子 我们就称说 它是被极化了 polarized 被极化了 极化的强度 强度定义为 它的定义 是这个 这要记住 定义 就是单位体积内 偶极矩的数量 单位体积内 排列整齐的偶极矩的数目 我们现在用数学的式子来表示 polarization 我们就用它的第一个字母 P 不过这个字母 要用大写 大写 polarization 小写 小写是代表偶极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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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写是代表极化强度 它是等于 NP 这两个要有分别 N就是单位体积有多少个 这个小P就是 Diple Moment 或者你可以写 这个 整个 这一块的介质 它有一定的体积了 一定的体积 那么它的总的偶极矩 全部一起算 它总偶极矩有多少 然后被它的体积来除 这个被体积来除 我们写这个体积 等等我这里会定义一下 N 是单位体积 应该写 电偶极 排列整齐的才算 然后P呢是 每一个电 偶极的偶极矩 每一个 然后P Total 是体积 Total内 的总偶极矩 我们有了这个定义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 做一件 一个工作 我们知道这个物质 界电质 一旦被极化 极化以后 它里头就有一些 排列整齐的 偶极矩 比如说这是排列整齐了 OK 负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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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有外电厂的时候 它排列整齐了 然后呢 这一块的界电值啊 因为它是 许多的偶 排列整齐的偶极矩 所组成 所以它在外面任何一点啊 会产生电厂 由它界电值产生电厂 你外面有外电厂 当然它也有外电厂 但是这个东西一旦被极化 它也会在外面产生电厂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偶极矩被极化以后 它在外面产生的电厂是多少 我们要求这个 求这个 它产生的电厂 是多大 那当然我们先求它的 potential 如果potential求出来 我们就可以求它的电厂 对不对 好 我们就先求它的potential 那现在呢 我们就在这里 画一个区域 给大家的电厂 对不对 就算是 确要